这家事都是她做你不做的 对 然后我这个人 吃饭要比较准时 回到家要吃到热的 如果凉了你会发脾气吗 必须发脾气 必须发脾气 那孙丽 你发的脾气 但是我知道丽丽 丽丽是一个非常个性 非常耿直的一个女孩 你发的脾气之后 她会哄你吗 还是说她也会跟你呛 呛 不敢是不是 我就没听过这个字 应该她记不起呛怎么写 对对对 说到邓娅和孙丽 这对夫妇 大家都会想到 用恩爱这个词来 学用他们俩 孙丽和邓超呢 是于2011年6月7号 举办婚礼的 两个人因为 共同出演的电视剧 幸福像花儿一样 在剧中结缘 该电视剧宣传期之后 开始恋爱 婚后两个人 更是经常一起出席活动 频频在社交平台上 学用爱 如今他们二人结婚十年 并且有儿有女 是娱乐圈中 公认的模范夫妻 就连许多网友都说 只要邓超和孙丽 还在一起 我们就还相信爱情 孙丽出生单亲家庭 对于爱情 更加没有安全感 所以最开始 邓超追她的时候 她是非常迟疑的 在采访中 她也多次提到 当时真的没有 做好接受邓超的准备 而最后 孙丽还是接受了邓超 并且嫁给了她 而直到这几年 很多人才看明白 为什么孙丽 愿意嫁给邓超 邓超这几年 虽然忙于事业 但是对于孩子 却从来不曾忽视 而除了孩子 她对孙丽 是十年如一日的宠 给孙丽过生日 得几个月前 就开始提醒自己 从两人结婚 到现在 邓超还真的 从未忘记过 孙丽的生日 不但记得 而且每年 还要带给孙丽 生日不同的乐趣 孙丽一自打 嫁给了邓超后 就变得更加注重家庭 之前在娱乐圈 算得上是批命三娘 如今一年就接一部剧 但邓超呢 从不要求孙丽 隐退娱乐圈 或者当家庭主妇 相反 她支持孙丽 继续拍戏 宁愿协调 两个人的工作时间 也从不要求 孙丽放弃工作 因而后来 孙丽因甄嬛 转爆红 现在已经是 收视有力的号召者 邓超还会 下意识地 为自己的妻子 争取好的资源 带着妻子演电影 邓超给了 孙丽很大的工作空间 反而让两个人的感情 更加稳定 邓超无疑是三好男人 孙丽有福了 娱乐圈能够陪老婆逛街 银行卡全部交给老婆 到了国外 无法购买东西 可能也只有邓超了 去美国之前 我太太 基于上次的经验教训 和我的呐喊 去帮我办了两张 呃 储蓄卡 呃 呃 银联 银联的 储蓄卡 然后美国刷不了 真的 邓超在节目中 经常展现出一副 气管爷很怕老婆的样子 甚至还透露 自己在家没地位哦 在一次综艺中 何炯问邓超 家里是谁说了算 邓超当众表示 是他说了算 但是没有想到 在死之前 何老师就在 邓超不知情的情况下 拨通了孙力的电话 邓超说的这些话啊 都被电话那头的老婆 孙力听到了 孙力气得 直接标出上海枪来 他说家里什么东西 都是不能让他做主的 他也做不了主 这时候了 邓超才开始慌了起来 夫妻俩的互动 逗得观众大笑 你们俩是谁说了算 好吧 我说实话 还是我说了算 什么时候 接通了你的电话 很早就开始听了 那个 不是 我刚上台 他已经出汗了 刚才他们前面 有个访谈 不用再说了 从明天 明天开始 不用吃饭 直接吃草就行 什么东西 都不能让他做主 他也做不了主 对吧 邓超 我走了 好真诚啊 再见 由此可以看出 两人之间的相处 很轻松 在事业上互相扶持 在生活上互相包容 在外人看来 娱乐圈中的感情 都极其不稳定 因为据少离多 最终离婚的明星夫妻 数不胜数 而邓超和孙力 就是一个例外 虽然两个人的事业 真正日上 工作十分忙碌 却会如约定般 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空出一段时间 去陪伴孩子 经常看到他们 一家四口出去旅游 其实这样的感情 才更令人羡慕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 点关注 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